三国中产党, 今天又是说交通的事情 两宗新闻说起, 第一宗是西铁加价, 由70元加到75元 我想你们会不会因为这样用少了 我今天很幸运, 我在街上去一个咖啡店, 和朋友聊完之后 我把车放在附近, 我开车准备开的时候 有个记者走过来, 问我拖我的咪咪 接着就是问我这件事 我跟他回答, 他问我加价, 怎么看 问我会不会因为这样, 不行西铁 西水 西铁我真的不回答, 我不回答西铁 他问我一个星期会走几次西铁, 会不会走红税 我怎么回答你 你回答, 有什么分别? 5元? 我说, 5元的话就不会过分 他问我很奇怪, 原则可以加到200多元 我说, 我想他不会的 但你加5元的话, 比较就是, 什么时候我都会走红税 譬如我晚上在港岛应酬园的话 那便会走红税, 那便会省下50元 但如果我过海的, 我约了人的, 通常我都会遇到红税 譬如我之前约, 我都迟了一点 那便会走红税 所以就是, 看我视乎, 我有多赶时间 你说, 欠那5元, 我不想迟到 分别是多少呢? 分别可能是欠15分钟 一般人在中区 15分钟, 我不想人来等 那我就会给5元, 所以对我来说, 你加5元的话 那当然没有人很喜欢, 很开心 但对于我的行为来说, 影响不是很大 我还以为会开心 因为之前说什么中环妖道, 经常都会谷爆西税 加了价便可以没那么塞 我的经验在过去那一个月, 过了很多次西税 然后行妖道 你上班的时候是塞的, 上班中数 但是都没有红税那么塞 所以其实是, 因为有数据出来 开通了妖道的时候, 多了人行西税 但是我觉得暂时都可以接受 我这么说, 7-80元加5元 不是10元加5元, 7-80元加5元 7-5元是很少的, 很少的状况 固然, 只不过因为 其实如果不走的话, 从来都不走 因为红税是20元的, 因为20元和7-10元 当然, 如果真正加红税, 是红税最大原因 因为红税是最中心的 所以如果红税加到80元, 那我就搞了 因为很多地方不可以盲红税 因为红税是最方便的 反而是东税, 西税 你的说法其实都很民税 第一件事就是, 在我的角度来说 因为你去隧道的代价 不是红税, 就是西税, 就是东税 说真的, 你加5元, 哪里加5元 其实都是一样的 10元加到15元, 你的代价是一样的 我只是红税最难避免 红税那条路在正中间, 你最难避免 因为你刚才说, 10元加到15元就很糟糕 如果红税, 70元加到75元就不太糟糕 也不是红税, 是一个消费者心理学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 我不是应该 在我的角度中, 其实不是很划算的概念 但是, 人都是不划算的 我就是不想益你, 我就是觉得不应该加那么多 我不觉得应该加那么多 我现在说的是心理影响 我没有说到应该不应该的问题 那你有没有这个心理影响呢? 我完全没有 就是很多在用西税的人, 包括大大师和我 我都是行西税的, 我都是预了给70元 那你加了5元的话, 影响不是大根 我住跑马地, 因为我是迷失的 如果我九龙回到香港, 我回到家 那我都是行洪水的 如果我是去中环的话, 我都是行西税的 就是现在九龙那边 我一定是最近的一件事 但是, 我因为那个位置就是洪水的位置 所以我根本上跟塞不塞, 我没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先把你们的个人驾驶经验 我只是说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有很多人对于, 西税你又加价? 就是很诧异 那心想, 不是啊, 你们早前才否决了三岁分流 很多人是其实是不驾驶的, 那些人反对上去就是不驾驶的 加价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结果 你预了会发生的 然后, 这个加价发生了之后, 有两个说法 第一个就是, 你在西税有没有想过 其实可能你减价就更多车, 不会赚得更多钱 那我心想, 他百分之一百有想过 做生意要你干吗? 我就是那个心想 你干吗? 为什么要这样做生意呢? 教老爸生孩子 然后, 记者问, 他可以加到二百元的 我心想, 我要你记者教我? 如果我是西税, 我当然是计算是最最最最最最 当然是有其他的考虑 因为如果加了太多行政会议, 也会有些事情 第二件事就是, 立法会议员公民党的谭文豪 他说, 你们西税, 连年都有大额盈余, 还要加价 是非常之反感 他觉得, 你既然赚了这么多钱, 就不应该加价 另外一个建制派议员, 我忘记了是陆众鸿 某个公园或公会议员 就说, 你们西税, 应该要和政府好多商讨 去寻求一个对市民最有利的加价方案 我心想, 加5元, 你还有什么最有利? 加2元 加2元? 有什么差? 我看完这些所谓的立法会议员 我们一般市民, 会不会跟立法会议员说 你们人工高过香港的中委数这么多 还要加价钱?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加价钱? 你高过人工的中委数这么多 你还要回这么少? 你是不是要回多一点? 还不去开会? 还不去投票? 这些水平 虽然你真的有这样说 是的, 他们不理你 你不是我的 重点就是, 这些街边废喊的阿叔或司徒 和你的立法会议员有什么分别? 为什么年年赚钱就不能加价? 你有没有用脑想过? 你明白吗? 其实现在, 我觉得西税已经很有敏 第一,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熟政策 西税其实不可以加多少钱都可以 它要符合利润保证 其实现在西税的收入长期都低于利润保证 只要一天低于利润保证 它就可以加价 它已经长年都低于利润保证 这当然是政治角力 已经是政治角力的结果 第二, 你有没有看到专营权越来越短? 一个商家越来越无耻的员 就想为合约的距离越来越短 我都快不给你做 你和我做了十年又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很悲哀 还有这些事情, 他们知道 你不去支持三岁分流的时候 就预计有这个结果 你那时候反对得这么重要的话 其实是你 你应该是乐观其成 其实是你容许这件事发生的 他们应该, 据我所知 公民党应该是支持 会购西税 你可以支持的 你可以支持世界和平 支持什么的 那事情会不会发生 我对于那些 回购西税 回购领钱的人 我觉得全部都是很大问题 很看不起的 因为你应该拿这些钱来起多条 为什么要回购 但问题是什么 他们觉得三岁分流就官商勾结 回购西税就不官商勾结 那又不行 为什么三岁分流 计划有政府补贴就是官商勾结 你回购西税 人家炒起个价给你回购 那就不是官商勾结 这些人是用什么脑袋去想 然后这些人是代表我们 他应该 还有很多人支持 证明香港人多智障 所有才觉得很好 第二就是修回土地条例 最好就是修回隧道条例 修回了你 修回了你 修回立法会资格 修回立法会资格条例比较少 说完西税加价 另外一宗就是港铁减价 港铁在八点半之前出门的话 你的优惠就由六五折跌到五五折 类似的优惠 再优惠大跌 再优惠大跌 而且抗充了 不止45或55个车站 加到65个车站 这件事怎样看得到一件好事 早点起床 你就可以减少多点 不过也有人会骂 当然这种骂也是很不平衡的 简单来说 你们只不过是把繁忙时间 推到更早 你不是搞到更多人 在早上原本想 睡多一会也不行 一流就睡多一会也不行 二来就是 我原本早点起床 就是想轻松一点 你现在搞到 连早早我想早点起床 都更逼 我一谋论就是 你们这些港帖 肯定跟老闆 要我们早点上班 我这么早起床 赚了个优惠 那你回到工了 你事力长 我回到工 老闆不会让我早上班 我一定要摸到七八地区 那你先走 那你无端端做了一个小时 回工的话 去贪你那些小小事 那我会否赚了一个小时 那你这些结果就是 那我反过来 那是否应该加价 我经常都在想 那你觉得减价是害你的时候 那应该加价了 那你就应该加价了 你出售了 喂 晨早流流 你八点半前 回去的 你就加多50% 今天肯定行 我又在想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做这件事 那个叫港帖 现在在港帖 在所有香港人心目中 做什么都是坏事 你加价当然是坏事 原来没有做 减价也是坏事 所以不如做多些坏事 是的 我在想 我港帖既然减价也要被骂 那为什么我不去加价呢 整个方面 就是在香港 你说什么交通政策 真是很无人 议员就是街边司拉的一本见识 市民就是无论你做什么 总之我不喜欢你间公司 就先闹了 讨论这些有什么用呢 我觉得是很感慨的地方 好 这一集就到这里 好